我喜欢我的婚姻 你现在搞得我很惊讶 风又起夜落 你思念更多余 思念未经兮 想见你拥抱 你想再看看你 可惜你来不及 看这酒店相机 存放我的记忆 我不信的眼睛 接吻38次 张哥张嘴37次 在还没有拍摄 余生几多指教之前 肖战谦虚自己的吻西是短板 吞吞吐吐的表示 自己目前还没有什么吻西的经历 所以 吻西现在还是一个未知的阶段 可能是杨子的嘴看上去 软乎乎的很好心吧 以至于张哥 在余生里面的吻西表现 那可太上道了 顿时就上升成了 年轻去男主角吻西扛把子 一番操作下来 就连身经百战的杨子 都扛不下去 可谁知道 肖战在发掘里 其实是做了很多心理准备的 生怕亲不好 亲不到位 战哥有点害羞的行教导演 我怎么亲啊 完蛋了 现在我好紧张 验证了肖战 私底下生活也很干净 他是真没经验 所以正式开拍本戏的效果 自然无比 也是真情流露 无人能及 其实笑场还好 我们俩更多的是 刚开始会有一点紧张跟不好意思 不熟嘛 刚开始要拍这种感情戏 可能都不敢碰对方 当然一直在说 说你俩能不能像那个热恋一样 但后来慢慢慢慢熟悉 玩得好了 拍这种戏就会好很多 就是大家会很放松 经过了余生解诺之将 言传深将的吻系教学 想必战哥在吻系桥段上的造诣 精进不少 也不至于说完全不会了 可就是在肖战与白百合的新曲 《交扬伴我》里 看到了战哥稳机退化 战哥作为奶乎乎的小奶狗 跟姐姐白百合的年下恋题材 其实是很呆感的 但两人的合作下来 充满了演技 完全没有真情 肖战和白百合 少了点化学反应 真的有点走过场的敷衍 不像余生 真的完全不像眼的 当初播出的时候 评论区一片宁猛 关键是肖战 有时候眼神迷离 这样的新闻 一看就有想法 杨子也在采访中分享 两人在拍视的时候 没有笑场 但是都会感觉到紧张 不好意思 因为一开始 两人都不熟 都不敢碰对方 就跟抓个陌生人 就直接开始亲一样 别一样的心路历程 心惊胆战 心惊肉跳的 导演当时还特别有要求 希望肖战养子眼的 像热恋气的小情侣一样